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着穿越时空的故事 让简读带我们去探寻 微微神州 泱泱滑下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 探 中华 三年圈军 我秦国大将雕攻 正率军攻打魏国圈城 一千余枚秦代简读 让我们一探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 不管是从军还是卫力 都必须要遵守大秦律法 大型文化节目 简读探中华 将结合CG特效 外景拍摄 出现云梦睡不地勤俭的故事场景 荆 佩服 一人一刻 早日归家 攻伐出国 秦军必胜 佩服和荆 给云七家书来了 这家书遇到 这账面啊 他们来 火光场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 还原了 《简读》是纸张普及前 中华先民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 从殷商到未尽 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 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与积累 大多由简读所记录并传承 这部完全统计 我国迄今已发现超过三十万枚简读 这些方寸之间的笔墨 让我们可以一探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975年 云梦睡虎地勤俭出土 犹如石破天惊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 来自秦代的简读 让我们得以一探秦朝的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等发展历史 第一次拥有了关于秦代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的清明河畔 这里是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 云梦泽就是数千年前江汉地区的大泽 汉父四大家之一的司马向儒 也曾在著名的子虚妇中描述过云梦的圣景 云梦者 方九百女 其中有山烟 上街青云 下连江河 重色炫耀 光辉夺目 沧海桑田 曾经广达九百里的大泽 早已在时光的流转中消逝 但令人惊叹的是 一千余枚秦代简读 竟然穿越茫茫时空 来到两千多年后的人们面前 是谁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简读 简上的文字又将为我们还原怎样的大秦往事呢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欢迎走进简读探中华 茅台1935与您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连接美好 无处不在 简读探中华由美好生活连接者 中国邮政特别支持 今天和我一同探秘云梦睡虎地勤俭中的中华故事 湖北省博物馆 宝藏着曾侯乙边中 越王沟建建等大量欲满全球的珍贵文物 云梦睡虎地勤俭 与他们并称为湖北省博物馆十大政务馆之宝 1975年末 考古工作者们在云梦县陆续发掘了十二座小型墓葬 其中在四号墓和十一号墓里出土了考古工作者们梦寐以求的勤俭 十一号墓中的云梦睡虎地勤俭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 主要是法律文书 包括了像秦律十八种 秦律杂钞 校律 法律答问 风枕式等 还有针对官吏的训诫性读物 语书 唯利之道 数数文献 日书和年谱大事记 编年记等 其中秦律十八种共计二百零一枚竹简 在一些竹简的尾部写着田律 旧院律 仓律等共计十八种律名 秦律十八种也由此得名 秦孝公重用商鞅推行变法 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 商鞅以法而至的思想和由商鞅之法演化而成的秦代律法 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辅佐秦军 内力法度 外师连横 赏罚必姓 政令必明 法令之下不分贵贱 公正无私 使万民皆知所必救 天下大志也 根据专家判定 云梦睡虎地秦简当中的秦律 只是秦朝庞大法律体系当中的冰山一角 商鞅可能也不曾想过 他的秦律六篇会发展得如此体系完备 云梦睡虎地秦简为我们揭开了秦律的神秘面纱 让我们终于可以一探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 而云梦睡虎地秦简为我们带来的惊喜 远不止于此 公元1976年 湖北省云梦县考古工作室 睡虎地墓葬群考古发掘队的队员们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消息 陈队长 陈队长 研究结果怎么样了 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一宿没睡 还在研究 如果是秦简 一定会震惊世界 是 李学琴老师说 今天一定会出结论 连续发掘了四十多天 整理了三个多月 太不容易了 今天怎么办 新领域老师 这一刻 出土简读的断带和内容 揪紧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这批简 是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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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啊 确定是情简 而且 内容非常丰富 这枚 这几个字是 昭王元年 昭 昭仙王 再看这几枚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十年 神世皇 神世皇 对 根据专家组的判断 这些竹简 以编年方式 记录了 从秦昭湘王 到秦始皇三十年 共九十年的 清代世世 这是 中国出土的第一批 勤简 是世人 亲眼看到的 第一批勤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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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秦昭湘王 昭王元年 到秦始皇三十年 云梦睡虎第十一号幕中 出土的五十三枚 以编年方式排列的剪毒 不仅帮助专家有力地判定了 剪毒所属年代 更是以第一手食物资料的方式 与传世文献相互映照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 让秦朝第一次以文字食物的形式 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不仅仅有勤简 还有秦人的故事 这些竹简上 不仅记了国家大事 还对照 记了牧主的生品 国事 家事 以编年方式 记录在同一枚简上 前所未见 这位牧主人 有名字吗 有 叫喜 喜 欢喜的喜 喜 喜训的喜 这是中国考古的喜训 也是 世界考古的喜训 是啊 这卷珍贵的编年纪 不仅记录下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十一号幕旁边的四号幕里 还出土了两片秦代的目独 这是秦代士兵黑夫和经 写给长兄忠的家信 忠将其带入了墓中 这也是截至墓前 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家书食物 2000多年前的喜和忠 也许无法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但是当我们将秦简串联起来 就可以勾勒出秦一统天下的 红阔气象 大型文化节目《简读探中华》 将通过实地探寻 实景戏剧文化访谈的方式 穿越时空 探秘简读中 隐藏着的中华文脉密码 为了更好地完成实景戏剧的 影视化拍摄创新 我们搭建了实景空间 并结合CG特效外景拍摄 出现云梦睡虎地勤简的故事场景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欢迎走进简读探中华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老师 和我们一同来探议云梦睡虎地勤简 这部完全统计我国考古出土的 简读总数超过了30万枚 而云梦睡虎地勤简 是我国考古第一次发现 来自秦代的简读 更是第一次发现了出土的 成体系的秦绿简读 那秦简为什么如此珍贵呢 其实二十世纪初开始挖掘简读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很多汉简 包括后来除简等等 但是一直没有挖掘到秦简 秦有没有留下来简读 这是一个学术界的谜 而且是全世界都关注着这个谜 秦朝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研究秦朝的历史 也会受到很多的障碍 那这个时候 1975年 睡虎地勤简的发掘 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了 开场戏剧当中 我们看到学生们第一次认定 林梦睡虎地勤简是我国首次考古出土的勤代简读 当时大家都是兴奋不已 而我们的陈老师是当年这一事情的亲历者也在现场 林梦睡我地勤简的发现 这当时正在修建排水期是发现的 12月26号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下了大学以后 我一个同事来了 就说墨藏内发现了大量的足简 我一想 这可能吗 他说绝对是 我就赶快过去 这个一看 大世界经 为什么呢 因为墨祖林的头底下 他的右边 扶上 脚上堆满了足简 而且看样子都是有意思的 整简整简的堆进去的 量数之多 当时阴汉傻了眼 那么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挖到的勤简 也是咱们中国第一批勤简 当时我们考古的意思是保护为主 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以前清理筑简说 都是从上面编号下去 这么编的话 就把它一本书等于打乱 我认为它必须从头或者是尾部 转着边 就能够把前后的色系搞清楚 最后考古发表出来编年纪里 编年跟我画的图完全一致 余梦睡虎地勤简的发现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它也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直面两千多年前 情人生活时写下的文字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余梦睡虎地勤简是以律法简读为主 其实在上古的很多传说当中 我们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法的雏形了 我们就看法字就可以 你看碗体字那个法 三点水加一个什么呢 智三点水是行也行之如水 说法律要公平啊 就像水一样 然后右半边上面是一个智 智是一种长着一根脚的神兽 这个神兽它神在哪呢 它见到不直就是不正确的做法 它就用了一个脚去抵它 是要抵不直的 然后抵了不直怎么办 让它去 所以你看三点水加上智再加上去 这就是法 就奠定了中国法律那些基础性的原则 这个法的精神就一直流传下来 我们国家啊 历代是比较重视立法的 古书上讲啊 下有乱政而做雨行 商有乱政而做汤行 周有乱政而做酒行 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 关东各个国家啊都开始变化 而秦呢 商扬变法啊 是总结和承传了关东诸国的法律 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之后 汉城秦制 隋唐及大城 一直传到明清 云梦税户地秦俭中的法律史料 使我们中华传统法律的脉络更清晰了 在博物馆里我也看到了很多云梦税户地秦俭的珍贵文物 秦绿十八种 效率 秦绿杂钞 法律答问 封诊式等等等等 而这些只是庞大言明的秦绿的冰山一角而已 在秦孝宫组织下的商扬变法 措施也得到 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那后来给秦统一个评价 制造运行 诸禅得意 极有法事 我们五代是个农业国家 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 秦是以农为本 那么他从农业生产细木 到粮仓的管理等各个环节 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 加以入食 那么他细致到什么情况呢 法律答问里面有个条例说到 在粮仓里面 三个以上的老鼠洞 就要花一个盾 那么小家属他打洞也很小 三个顶一个 规定是极其细的 我看检毒里还有说 十头母牛 有六头没生小牛 也要种法 是的 牛是当时一个主要的劳动力 秦人非常重视 生产力的发展 秦人呢 重视劳动力 重视不夺农食 就是司空律里就有个规定 说服劳役的人 如果遇到农忙的时候 可以归田农 重视致苗十个二巡 就是播种茶秧啊这样的一些时候 可以享受二十天的休假 这休假干什么 回家务农去 商军书里说医之农 然后国可以赴民力可团 国家富裕了老百姓也凝聚在一起了 国富民强 然后才能准备大量的军事物资 秦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军工厥制 凡是你有能力立了功底有业绩 你可以按照军工厥一级两级可以相上升 军工厥是在整个的商鞅的变化过程当中 对农业也好 对工业也好 对工业也好 对工资改革也好 都是一种体力 也正是秦的这种更战政策 让秦真正做到了兵阁大强诸侯畏惧 当时秦钞的律令 对手工业已经有规定 就是在工历里面 围续同屋者其小大短长寡于彼等 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标准化生产 统一制作 你不想它战车如果车轮坏了 因为是同样的一个大小 马上就能换 箭头也是这样子 乳机也是这样子 秦朝当时用的货币一共是三种 第一是黄金 然后是布 然后才是我们熟知的铜钱 金布率就规定 钱十一当一布 就是十一个铜钱就可以折合成一布了 那如果把钱折合成黄金和布的话 这不就有规范了吗 还有呢 它要促使货币有效流通 它也有规定 就是市市的小贩 包括官吏呀 无敢择行前部 就是人家拿着哪一个法定货币到你这来买东西 你都必须要收 而且呢按照官方的折算来收 这个其实就方便流通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秦绿里还有明码标价的规定 只要是以前以上这样的货物 你就必须用小木牌来标出价格 这样就可以维护交易公平啊 开场戏剧里我们看到 出土了珍贵情侣剪毒的十一号墓主人 是喜 那么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喜啊就是一个通过竹简而名垂千古的小人物 因为在十一号墓里呢是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珠简 那在这个珠简之中呢有五十三枚简毒叫编年纪 编年纪就类似于年谱啊 就是把整个前前后后九十年的国家大事和家族大事 按照年份排列起了 这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反复提到的人名 就是喜也就是这个墓主人 他死的时候简在他身边堆起来 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些简 这些简呢绝大多数又都是法律文书 所以大家就猜这个喜不得了 他是一个无比热爱工作的法律工作者 不仅如此 同时呢还出土了几只毛笔还有红简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喜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在喜的随葬器物之中还有枣盒 这说明很可能两千年前的喜是一个爱吃枣的吃货 很可能 在十一号墓旁边的四号墓里 还出土了两片秦代的墓毒 这是秦代士兵黑夫和经写给长兄钟的家姓 钟将其带入了墓中 这也是截至墓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家书食物 留下了珍贵勤俭的十一号墓主人喜 和留下了墓毒家书的四号墓主人钟 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云梦说湖的请简到底会如何向我们再现秦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呢 我们一起来看戏剧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参与简读探中华 让我了解到埋藏在云梦睡虎地的一千余枚勤俭 让世人第一次看到了 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律法考古时政 我即将是 是这些勤俭的主人之一 喜 这些勤俭中 大多数都是喜记录摘抄的法律文书 他日日勤勉工作 因为他相信 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 法毕明 令必行 法毕明 令必行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参与简读探中华 让我看到了 云梦睡虎地勤俭中 仅有的两封目读家书 这是两千多年前 名叫黑夫和荆的秦国士兵 在战场上写给兄长 忠的家戏 今天我即将饰演的 就是这两封家书的主人 忠 黑夫和荆给个个忠的目读家书上 写着啊 黑夫等 直作怀扬 我们都听过商鞅 白起 王简这些名人的传奇故事 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 喜 黑夫 金 钟 因为云梦睡虎地勤俭的出土 穿越时空而来 他们是简中真实记载的名字 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 为家为国而奋斗的人们的所有 他们曾经来过 他们如此鲜活 今天我将以喜的身份 我将以忠的身份 讲述两千多年前 家与国的故事 和大家一起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公元前二四五年 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三年 秦将镖公 率大军攻打魏国圈城 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年 秦王金 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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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落在魏军手上 杨 军情你拿着 我和钟刘下 为你争取时间 喜 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安禄来冲军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们一个人去偷命呢 你听我说 军情 比我们的命重要 拿着 我跟钟刘下 拿着 走 快走 先起来 快走 走 这边 冲起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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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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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 一闭 他们的杀奴 组长有令 务必活捉秦兵 缴获秦军军情 里面的秦兵听着 即刻投降 否则杀无事 姐 还有姐没事 送付回报信 我们在这儿守着 快 是 我已经走不了了 姐 你不应该留在这儿的 说好了的 咱们得一块回家 你听 齐鸣声 用力啊 夫人 儿子 是儿子 东西历史大人 母子平安 还给您的长子 起个名字吧 日书上说 今天是天定的好日子 果然大喜 是 父亲希望你 永远坚韧喜乐 你就叫 喜 这个名字好 这是大喜事 我得记下来 来 来 大家 回来 父亲 嗯 父亲 哎 父亲 您喝水 哦 来 父亲给你看看咱们家最重要的竹简 最重要的竹简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大秦的大事 和咱家的大事 什么算大事啊 四十五年 公大野王 这是大秦的大事 没有我 有 十二月甲午鸡鸣时 习产 这是你出生的日子 这个字就是我 对 喜就是你 你就是咱家的大事 你能教我写大事吗 好 咱写个喜 坚韧喜乐的喜 父亲 母亲给您做的饭 先放下 是 今日 县令大人 已经为即将出征的将士壮行 我得把上报到郡里的文书和名册 连夜撰写 同路完毕 同路完毕 也设计 读读这个 金元年喜富 金上即位当年 已十六岁 登入我秦之名籍 可以为国服役了 三年圈军 这是为父今日写下的 如今我秦国大将飙公 正率军攻打魏国圈城 喜而应征入我 但我没有写后半句 等你回来 我再补上 父亲 喜儿 陪父亲出去走走 是 喜儿知道 我秦国男儿 为何要出征吗 父亲说过 秦国曾经弱小 靠羊马起家 最初只是个小国 天下列国纷争 唯有强盛 才能守住土地和百姓 寡人 大秦开国之君 平王之时 犬戎亲聚齐封之地 寡人将兵旧舟 杀退全戎 平王赐我以西齐之地 秦国施成 相公 相公开秦国 以兵戎立功 老夫百里西 年居七十 得木工重用 众师于民 教化百姓 辅佐木工 称霸西荣 忧心见到大秦 辟地千里 八戎来福 不拘一格 重用贤能 乃我大秦 强盛之根本 蒙孝公信州 四号商军 木工之后三百年间 强国还死 秦国极弱 秦不变法 不能富强 必须费景田 开迁墨 立宪制 蒋庚之 赏军兵 自商军变法之后 我大秦 一血千尺 奋起 揪揪秦锋 我大秦主将白齐 大秦将士 以军中为家 将帅为父母 一心同工 此不选种 因有大秦律令 以更战立国 以军决律激励 激励将士 事已战无不胜 大秦 军决律 有军功者 如以得到爵位 即便本人已死 或者依法判处千刑和耐刑者 仍应急于赏赐 更战立国 尚伐分明 方有我大秦的所向披靡 喜儿 在军中 要牢记秦律 依律行事 喜儿 记住了 猕猢 击鸣了 猕猢 你机命了 该走了 走吧 喜儿 稍等 稍等 你从小喜欢吃 是早带什么 全家希望你能 早日归来 喜儿一定早日归来 走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ons 闯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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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咋儿 就剩最后两颗了 去 去 去 快 放 秦军的救兵来了 据史记记载 秦宫卫国圈城之战 斩首三万 攻破圈城 刚才在戏剧当中我们也看到 喜在出生那一年 喜的父亲是在编年记上 郑重其事地记下来这件喜事 对 眼上面写的就是 四十五年公大也亡 这是国家大事 后半段写的 四二约家五鸡鸣食 喜采 这是家里面大事 就是喜出生的那一天 也就是喜父开始了 国事与家事并记于锦图之上 对 这都是开始的一根简 这个七十边年纪的特点就出来了 先记国家事 再记他们家的事 后来我们看到 秦国逐渐地变得强大 在这个过程中 喜也不断地长大成人 戏之中演到喜参军入伍了 参与了攻打魏国的战争 其实也被喜的父亲写下来了 他就写嘛 三年全军八月喜于世 那喜为什么就当上使了 那很可能他是因为军功啊 他有了爵位了呀 然后就走上仕途了呀 通过云梦睡虎地勤俭当中的 编年纪俭 我们回溯了大秦的奋斗史 也看到了喜一家的故事 如今编年纪俭呢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向世人讲述着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父亲 该喝药了 父亲 您老最近身体不太好 要多歇息啊 人老了 总爱回忆 十一年十一年十一月 祸产 今上十一年十一月 祸儿出生 这是你第一次当父亲 我是第一次当祖父 我记得您当时特别开心 亲手记下了这枚剪 我当时还跟你说 你已经成为父亲了 以后咱家的大事 就由你来记 根据编年纪 剪上字迹的变化 研究者们推断 从喜的儿子祸出生后的第二年起 喜开始接替父亲续写编年纪 十二年四月鬼丑 喜至御烟 今上十二年 你在烟县认御史 这是喜儿 自己记写的第一枚剪 你从小熟读律法 担任官吏 要时刻牢记我大秦 唯一力之道 父亲 孩儿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您 今日 我就要去沈阳的案件了 杨救过你的命 是 无论什么案件 都要多方查证 要有确凿的证据 仓色复阳 这是今日主审的御史 喜大人 喜 没想到 会在这儿见到 我也没想到 我们会这么见面 可否 给我来碗水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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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了 来吧 杨 你身为大秦仓策夫 当熟知效率 效率 乃我大秦核实官府物资财产 及杜良恒管理之律 核验官府物资资产 清点物品 而数目不对 主管色服 该如何受罚 价值一百一十钱以上到二百二十钱 斥责 超过二百二十钱到一千一百钱 发一顿牌 超过一千一百钱到二千二百钱 发一面盔甲 但是你主管的仓库 不足粮食的数目 可是巨大呀 今年蜀患频繁 我等失察 导致仓内粮食损失惨重 我甘愿被罚 要 你的这个色夫 可是用你的军功换来的 我们一起从军 也一起为力 你救过我 和忠的命吗 但不管是从军还是为力 都必须要遵守 大秦律法 各位 你们有的是继承父兄公爵 有的是在战场上以死相搏 最终均通过严格考核 方成为新任力源 我大秦以力为师 以法为教 为力的第一天 我带各位送为力之道 而等当铭记 方能为国为民 秉公奉法 凡为力之道 必经节正直 凡为力之道 必经节正直 申请兼顾 审计无私 微密先查 安静无科 想做到以上要义 需遵守 武善 一曰 一曰 中信敬敬 中信敬上 二曰 清连无霸 三曰 举世审道 四曰 喜为善行 五曰 恭敬多让 武者必至 必有大赏 斗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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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生以上 此一甲 我想起来了 这斗呢 不准确 误差在半生以上 当罚一铠甲 这孝吕我不熟 姚吕我熟 你再出一趟 我大秦争招摇曳 如果官吏没有执行命令 该罚多少啊 这个我知道 罚两铠甲 持妻 三日到五日 施责 六日到巡 罚一面顿 过巡 罚一铠甲 可以啊你 那是 来 你再出一趟 好好好 再出一刀 救苑绿 你们家耕田的牛 日渐消瘦啊 那么请问你 每消瘦一寸 该吃打你几下啊 这我们家又不养牛 但是这条绿你背过 等等啊 吃毒者 寸 寸几就是打几下 打八下 打六下 吃毒者寸十 我真想打你十下 这样你又能记住 我呀 就是背书太慢了 哎 我倒是有一个学律的好慢 案犯席 所犯 何罪呀 禀大人 禀大人 不是由你这么断案的吗 你不说你的罪行 我怎么说绿啊 你得赶紧出题啊 好好好 禀大人 小的春二月上山伐木 但是小的 不知道犯了何罪 被押到此处啊 春二月 哦 大胆 哇 你这生可以啊 原律规定 春天正是草木复苏 旺盛生长的事情 因此 不准到山林砍伐木材 不准拥堵水稻 你春二月 砍伐木材 按律 当罚 但是大人 小的是要给叔伯 做一套棺果 我不得已才罚的木啊 等等 如果因为死亡 而需要制作棺果 而伐木者 可以免罪 所以啊 你无罪 可以回家了 谢谢大人 大人对小的这么好 请大人吃个早 哎 你别说啊 你这么一弄 我倒是印象深刻了 嗯 哎呀 哎呀 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 哎呀 是一宿没睡 哎呀 聊了一宿啊 哦 这样 先去吃饭 我来接着说 哎呀 哎呀 哎 十一年 十一月 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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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你 霍 哎呀 哎呀 我得恭喜新任沧瑟夫 楊大人 这么大人不大人的 我恭喜你才对 当父亲了吧 嗯 孩子取名了没 取了 叫霍 收货的霍 霍 好名字 哎 楊大人 哎 昌瑟夫楊大人 今日 手气欠家呀 不好意思 今天赢了楊大人不少 咱们 改日再赌 对对对 改日 走 来人 代犯人 苍左耳 你可知秦律 知 知 知道 秦律规定 五人共同行道 所到赃物超过一钱以上 该受何行 看 看廖左足 并情面为承担 为奴 不满五人 所到赃物超过六百六十钱 又该受何刑罚 除以 情面 和异性 并 法为奴隶 大大大人 我 我也主动 叛供 方大人 为我 减轻刑罚 是瑟夫楊 他欠下赌债 逼我等三人做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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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父亲 去世了 滚 你 现在 遅远 是 给你看看咱们家最重要的图结 这上面的是什么呀 大秦的大事和咱家的大事 你能教我写大事吗 这是为父今日写下的 喜而应征入 但我没有写后半句 等你回来 我再补上 你从小喜欢吃枣 但是 全家希望你能早日归来 你已经成为父亲了 以后咱家的大事 就由你来记 刚才的戏剧当中 我们看到喜怀着悲痛的心情 福岸写下了 十六年七月丁寺宫中 当年喜的父亲 是把喜的出生 当作一个最大的喜事 记载在了编年记中 而现在喜又用同样的方式 记载了他父亲的去世 这个真是太令人感慨了 刚才戏剧中 我们看到喜的儿子霍出生了 喜父将编年记传给了喜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喜就真真正正 把父亲原先为自己做的事情 给传承了下来 是的 有的专家发现编年记里 有两种不同的字集 从记载秦昭昂延年 至荷出生的秦王正十一年 十一种壁集 推车由喜的父亲所写的 那么这一年之后的简 是另外一种壁集 推车是喜吸血 一位是父亲 一位是儿子 那么他们把这些 家国的大事记下来 喜剪 竹剪 串联起来 是家以国 父以子 喜从父亲手中 接下编年记后 记下的第一段内容 便是秦王正十二年治愈烟 喜开始在烟线治愈 从事整理法律案件的工作 没错 但是喜的墓里头 其实除了有律之外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剪读 比方说 唯利之道和语书 唯利之道说 官吏的职责叫做 除害心吏 慈爱百姓 而且还讲吏有补善 你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好官吏 另外还有语书 这里头就提出来一个标准 什么叫做良吏 什么叫做恶吏 好的和坏的都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喜呢 他把这些都随葬于他的墓中了 就可以看出确实他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尊重 刚才的戏剧当中 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情侣有意思的地方 没错 勤俭中除了律这样的一种基本法律形式 还有试 比方说封诊试 他讲关于查封 侦查 治理预案的这个城市 这也是司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里头讲了好多案例 可以为我们还原2000多年前案发现场的情况和当时的破案逻辑 我们国家记载刑事侦查最早的是宋慈的喜愿路 但是这个勤俭比喜愿路早1000多年 可以看到勤的法律制御的文明达到什么程度 想想真是令惊人感慨 2000多年前的古人 已经开始用痕迹学来破案了 在戏剧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 喜和忠他们学习律法 用的是一问一答这样一种形式 很巧妙 法律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法律的解释 这个里头可以看到其内的刑法原则 多少种刑法在里面 它本身有法律效率 后来咱们就继承下来了 唐帝素一一渊源 就是法律答案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听闻你最近两日去见杨了 他还好吧 去了 杨每日劳逸 感觉黑了 临走的时候呢 他跟我说 你做的对 他不恨 他不恨 开始吧 各位 相亲父老 今日 现场为大家 讲解秦虑 好 好 大人 我表兄 前几日 女人斗殴 把人捆绑起来 拔光了人家的胡须 和眉毛 可 表兄也太过分了 是啊 我们太过分了 可被捕了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父儿禁八旗 徐梅 当完成蛋 恐怕你一百小兄 要被罚铸城 回不了家 那他家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所以啊 乡亲们 大家相礼相亲的 一定要和睦相处 千万不可 轻起争断 是啊 大人 钟大人 钟大人 您家被盗了 赶紧回去看看吧 这贼真丑 大胆 进去 勘查一下旅印 道洞成猪洞庄 工具 应该是宽认的糟 这屋里 和东东爱外的屠杀 更有七步 和手的印记 更六处 东东爱古沙 有足迹的印记 四处 万幸啊 没有惊扰到你的家人 喜 打扰了 最近我的家人 可都住在你的家里啊 我们是一家人 别那么贱 财务上 有什么损失吗 这家中的积蓄 本来就不多 现在天气日渐凉了 给黑服和京 在战场上过冬的衣服 还有一些钱 都被偷走了 在外面有什么事情啊 要跟京商量着来 不能太莽撞啊 小兄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总之啊 你们两个在外面 一定要互相帮助 遇到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给家里写信 嗯 嗯 请 黑服 图个吉利 一人一颗 早日归家 早日归家 好了 归队吧 安禄的将士们 天下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 百姓们苦啊 唯有四海归一 天下一统 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六国之中 楚国仍作困兽之斗 你们即将 出征怀仰 迎战楚军 倒酒 这碗酒 为你们壮行 愿我大秦之师 无往不利 攻伐楚国 秦军必胜 攻伐楚国 秦军必胜 出征 早日归家 无论是出征前的壮行酒 思乡时的消愁酒 还是战友间的 知己酒 凯旋后的庆功酒 都寄托着人们 特殊的情感 这酒里 有远离故土的 难舍难分 有赴汤蹈火的 忠肝义胆 更有凯旋而归的 壮志豪情 豪饮一杯美酒 满腔无悔热血 向历史长河中 为家国奋斗的 每一个人致敬 茅台1935 与您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由贵州茅台 独家冠名播出 让我们继续通过 片片简读 探寻喜的故事 与喜相逢 钟啊 钟 来来来来 黑薄荷精 给你寄家书来啦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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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 掌兄 你还好吗 母亲的身体还好吗 前仙日子我与金分别作展 今日又会合了 收到这封信以后 就让母亲对比一下 安禄丝部的价格 要是不贵 就买来做整套的夏衣 一定要做 做完就和钱一起寄来 还挺会算账 感大了 我就要去打淮阳城了 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兄长 有个好消息 我和黑夫立了军功 好啊 立军功了 立军功了 那爵位下来 请传信告诉我们 兄长 帮我问候一下 新父和越南啊 新 想媳妇了 好好写 请新父帮助家里 尽力照顾好母亲 出息了 懂得不佳了 长大了 长大了 稳报大人 道洞附近的旅印 已反复确认完毕 房屋外的统杀 有秦旗里的印记 四处 长 只二寸 旅印前部的花纹蜜 长四寸 中部的花纹蜥 长五寸 根部的花纹蜜 长三寸 看旅印 像是个旧旅啊 看旧旅的人实在太多了 如果大家 都勘察完 就先回去吧 上报线帝 是 绅印 最近天气渐凉 黑福和京 在战场上 需要钱和绵衣 我来筹措 我离自觉 你借一些钱给我 最近 我正好要去新帝公干 那里的棉布更便宜 我顺落 带回来一些 新帝倒费多呀 一定多保重 喜大人 忠大人他 忠怎么了 忠大人之前去新帝 被盗贼所伤后 一直不见好 今日忽然精神焕发 来来来 帮我拿着 哎 忠 我 啊 喜 静来家书了 是啊 为福和京 在战场上 我每天都担心手挂他 这家书一到啊 就证明啊 他们还活着 行了 好 小胖 夕阳 现在这字啊 是越发看不清了 能不能 把我念一念啊 哎 哎 哼 敢大心问忠 兄长 家里都还好吗 经来部队和黑夫在一起 挺好的 好 那就好 经 离 离家很远 劳烦兄长 帮我照顾院 嘱咐他 不要去太远的地方砍柴 烦老母亲 寄五六百钱来 布料 也要上好的 不低于 两丈五尺 我借 怨 败的钱 已经用光了 再不寄钱来 我就真要死了 急急急 你 马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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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帝多盗匪 兄 一定不要去新帝 急急急 行了 饮完了 来 躺下 徐 别扯 怎么能 再帮我 回一封家书 我跟你写 黑夫 静 莫欣大人 身体安好 这甲州 有我在呀 吾呀米 你们所需的衣服 钱 我一并随心寄出去了 愿你二人 早日平安归来 早日平安归来 中 中 在云梦睡虎地四号墓中 发现了两枚墓读 是黑夫和经写给中的家书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 最早的两枚墓读家书 现分别保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 黑夫和经写给中的家书 是我国考古迄今发现 最早的两枚家书 也是两枚真正意义上 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时光来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人们在中的墓室里 发现了这两枚抵万金的家书 可以推测 两位弟弟并没能回来 所以中才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让三兄弟得以团聚 在那个战斗昏飞的年代 一家人完完整整地记在一起 是很不容易的 这两枚家书的目睹 是在中的墓葬头香上面所发现 在信中黑乎和经挂念着家人 而且充满了亲情 反过来讲 中也深情地怀念着他们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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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一统 外出征战的将士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 对 在哪儿 到县庭了 来来来来来 京和黑府回来了 回来了 后辈 早 早 我给京和黑府准备的早 早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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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哎呀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不用佛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哎 谢谢 哎 小匠 黑府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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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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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错了 哎 回来就好 来来来 给你个早 啊 黑府 认错了 认错了 回来就好 给你个早 黑府 经 哎 黑府 经 在哪儿呢 两本天 不可能啊 跟着你们一块儿出征的 大人 黑府 和经 阵亡了 不住 不住 你 那 没事 你 我 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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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人回来了 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 施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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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 还原来 公元前217年 秦始皇30年 编年纪戛然而止 喜的人生 或许走到了尽头 但可以知道的是 他和忠相伴 埋的地方相距不远 戏剧的结尾 时间来到了秦嫂六合之后 天下太平了 黑夫和京回来了 他们看到了大秦的圣经 这一幕幕 为秦的统一 注入了血与肉的灵魂 也让后人感受到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渴望统一强大的 家国情怀 确实啊 就在想 整个我们这个故事 包括整个 税虎地秦建 它是什么 它背后是一个国 然后两个家 喜他们是一家 他的父亲 去记录当时的历史 然后传递给喜 喜又传递给自己的儿子 或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传承的过程 我们说中国历史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书写出来的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 中和他的两个弟弟 黑夫和京 他们那个时候 没有能够团圆在一起 但是呢 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戏剧 他们最终团圆了 所以把这两个家 和国的关系 串联在一起 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 中国呀 或者说中国人呢 自古就是和自己的民族 和自己的国家 绑定在一起的 真的是应来那句话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是的 我觉得岁武帝勤俭 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编年纪里面所记的 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中央季前的国家 这一段历史正好是 中国有多元一体 发展到家国一体的历程 云梦岁武帝勤俭所怀念的 这段历史 是中国历史一个转折点 也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对云梦岁武帝勤俭的研究 应该不断地深入 才能够非常好的 逢扬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 检读是中华文化的贵宝 检读中 云梦的法律文化 更是岂之不尽的宝藏 法治天下之准神业 中华优秀法律传统文化 云梦的丰富法治思想 和深邃的政治智慧 对研究中华法律文献 都有重要意义 另外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人 在检读研究当中 多逗留一些时间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云梦说谱地勤俭 就像一条时空隧道 带我们穿越回来 两千多年前 更加明白了 什么是真来处明去处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让我们一同回到 湖北省博物馆 在那里 关于云梦睡虎地 剪读的最新研究成果 即将隆重发布 一起去看看 王管长好 主持人好 蒙老师好 2019年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联合开展了 云梦睡虎地 出土人骨的综合研究课题 课题的目标之一 就是复原十一号 牧主人洗的样貌 在我们身旁的 就是洗的颅骨 三维人像复原结果的 3D打印效果展示 这是我们第一次 向外界公布 洗的样貌 那就让我们一同倒数三个数 3 2 1 节目 我们对洗的骨骼 进行了体质人类学 和三维人像复原的研究 采用了激光三维扫描 计算机建模 图像分析等手段 并通过公式 推散了它的身高 我们也运用AI-GZ技术 让洗的形象活起来 这个相貌和我们戏剧中 演员张同饰演的 洗的形象 简直是神似啊 看了这个最新的科技成果以后 确实让我感觉到 很倾压也很震慕 还原出这么一个形象以后 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 和我们科技还原的这个形象 已经达成何而为一呢 除了科学研究成果 我听说在考古发掘的过程当中 故事也还在继续 没错 同样是在云蒙县的睡湖地 编号为77号的西汉墓葬 出土了2000多枚的检毒 同时还有首次发现的 连续14年的职日 有跟编年迹像类似的地方 那么它的墓主人 越仁的生活 也被检毒流程了下来 经过武汉大学 陈伟教授团队的整理研究 睡虎地西汉检毒第一卷 至日正式发布 我们可以了解这一部迄今所见 持续最久的汉代日记 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向我们公布 感谢各位 谢谢 茅台1935 与您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毒探中华 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在中华大地上 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仍在涌现 不断地解锁着简毒里的文化密码 而代代传承的中华文化瑰宝 也在激励着我们 继续书写 生生不息的时代篇章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毒探中华 我们下一期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